大家好,这个视频是教导如何简单设置辨评器PID横压控水功能参数 一般压力表分为压力传感器和压力变送器两种 一般压力传感器为0-10V电压信号为三线式 压力变送器为4-10V电压信号为两线式 如果使用压力传感器0-10V信号 则传感器现接到正式伏 AIE和GND 将J11条线跳至V端 如果使用的是压力变送器 是到时候按信号 则变送器的电源端需要接到正式伏端子 信号端接到AIE端子 并把支援力和CAM短接在一起 将J11条线跳至I端 设置参数 P00.06 A频率指令选择 设置为7 PID控制设定 P09.00 P09.00 PID给定员 设置为0 键盘数字给定 由参数P09.01键盘预制 PID给定 来设定给定压力 这里需要给定压力的百分比 即为给定压力除以压力变送器最大压力量成 再乘以百分之百 例如压力变送器的最大量成为1兆帕10公斤 如果需求是恒定到0.5兆帕5公斤 那么0.5除以1再乘以百分之百 等于百分之五十 则将P09.01设置为50 然后设置P09.02 PID反馈源选择 设置为0 键盘量通道AIE反馈 如果反馈信号为4-2兆帕电流信号 只要将P05.24 AI2下限值设置为2 对应下限4好按 这样PID横压供水功能就设置完毕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